我剛剛翻我們之前的私訊 就是FB的 2014年 2014年 他回頭了 他回頭了 我有想到可能他以後有一天會離開 那我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 我該用什麼樣的心情去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 這件事情是我只要一想到 可能他之後有可能會 在我人生中的 某一個階段離開我 我就已經覺得 我的世界可能會 因此就是崩塌或怎麼樣 因為我要帶你們去找我的回憶 找你的回憶 就是因為我在台南 其實有 但是我不知道他現在人在哪裡 初戀男友嗎 對啊 你初戀的是幾歲 國中的時候 國中喔 我想他是我的學長 那我們第一站就去敲他家門啊 這是什麼 我知道他家在哪裡 我們現在呢 這個單元就馬上改成以前 普學亮亮哥的那個 超級任務 不好意思 安平古堡到年要不要介紹一下啊 這裡就是安平古堡了嗎 也是那個台南有名的古蹟 沒了 那歷史咧 不可以準備一些故事嗎 等一下 我想一想 這是紅毛塵吧 我記得他以前就 紅毛塵真的在幹水嗎 不是 他以前的 我剛剛已經把赤坎樓跟安平搞混了 孫悟空耶 孫悟空求的 孫悟空本人耶 你 你小時候回憶裡有孫悟空嗎 沒有啊 他就這樣闖進來 哇 你的金斗雲 你的金斗雲 好酸喔 在哪裡不見了 孫悟空看起來有點累耶 他跟我們一起這樣子 可是我們有太陽眼鏡 我們不會光耶 對 我們不會光耶 我跟你講 我剛剛翻我們之前的私訊啊 就是FB的 2014年 2014年 他回什麼 我看到 他回什麼 他回什麼 他回我說 我是不是被盜 我怎麼會找他 你是不是要打電話給他 你先不要…你先不要激動 那個…那個人回說 他以為… 你要幹嘛 他會倒 你要幹嘛 怎麼會找他 你剛剛經過你家庭 不要了… 你… 不好意思… 你… 不用這樣子啦 我很緊張 我已經打你再次再給我 他有回嗎 還沒… 我記得我跟他去過一支Costco 然後我那時候 就是做他的事 然後就不敢讓爸媽知道 所以我都會把手機 調成震動 然後我爸一個奪命女 我翻譜了 我都不接 然後我還最後收到我爸一個簡訊 他說 你再不接電話的話 你這輩子就不用回家了 他就威脅我 他知道我就故意不接 然後他就傳來簡訊給我 然後我就回家 然後我一回家 我手已經在摔在地上 被我爸傷了就發掌了 是因為去Costco 沒有 是因為你不接電話 對 就是這一個 就是跟這一個去 然後這是你剛剛說的湯對不對 魚皮加丸子湯 對 魚皮加丸 然後還有滷魚皮 他們家的魚皮真的很好吃 好 而且他們家的魚皮好厚好厚 我們吃魚皮 一定要先吃魚皮吧 你看他們的魚皮 很認真的魚皮 而且等一下 重點是你要沾那個醬 魚皮必沾的醬料 來自台南的豆瓣醬 比較甜的 剛好在安平附近工作 我看一下是不是這樣打 真的啦 對 老師問人家在上打 安平附近工作 我跟朋友一起 然後聊到你 想說要不要一起出來吃個冰 對吧 聊到你好像也不太 聊到你不行啦 還是你說 你說我回憶了 你可以幫我 我失憶了 你可以幫我找一些回憶嗎 不要 不要 我失憶了 我失憶了 你嗎 我失憶了 我好想相親 妳的平啊 我好想相親我國中那一段 等一下 我休 你需要休止一下 休息一下 我失憶了 我失憶了 我忘記我國中那一段在幹嘛 超好笑 你可以帶我找回憶嗎 我就笑到流淚 我失憶了 我們剛剛呢 被拒絕了 那這個很難過的事 對 之前想學到 你那不是真的有 對 因為 因為蘭蘭有講說就是 她那個初戀男友 其實是比較低調的人 比較害羞一點 她真的是非常 害羞一點點 非常內向的人 但是我跟她說 我們剛剛是跟她說 我在安平附近拍攝要執行任務 需要你幫忙 你可以幫忙 對 然後 她直接就是寫說我拒絕 對 然後就給我的三個字 然後說好 沒關係 謝謝你 你最近還好 我可以把它都遮起來 然後給你看我 可是它有大圖貼 這樣子 我拒絕 你等一下 拔掉 我拒絕這樣子 她直接寫了一個 我拒絕的三個字給我們 但也尊重她 因為她不想要漏人 對啊 我都不勉強 而且那天太過於突然 姐妹妹 妳好想請問一下 有一個叫鎮宇良老師嗎 有 那她現在在 她現在有在上課嗎 上課嗎 現在有在上課 第二年級是在比較久 在那個什麼大港國小 在我阿公阿嬤 因為那時候小時候 是給阿公阿嬤帶 然後我記得 我那時候轉到這裡 我每天就是都很想哭 為什麼 因為跟以前的同學就是 對 然後加上離開阿公阿嬤 因為這個老師他很 特別的是他跟我 是同一個學校過來的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 這麼有緣分 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他特別照顧你 老師 一天籃籃在學校 是乖孩子嗎 是啊 她是摸單身喔 不是 妳看 妳看她是拿校長講嗎 老師聽說你是 兄弟像的是不是 對 老師我們一起來 跳個炸烈來 然後妳這樣 炸烈 我可以跟著跳啊 對 我要開始 五 六 七 八 炸烈 陳子豪 一起炸烈 陳子豪 炸烈 陳子豪 一號 中號 陳子豪 因為老師真的會 我還有印象 妳那時候跳那個 蔡依林 瑪德里 不施力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舞娘有沒有 我都忘記了 有沒有 還記得舞娘嗎 我還是記得舞娘 我記得舞娘 好 舞娘 妳看見 喔 我忘記了 老師我什麼時候跳舞娘的 我都忘記了 妳國小看舞娘很強耶 妳們整個下課都在跳啊 我們愛現實劇 大班長妳們要去國立社 妳要去國立社 那我教大家跳旋轉跳躍好不好 好 來 旋轉跳躍 我不正言 誰看看不見 你沉醉了沒 然後我還記得我 好像那時候國小當童子君 然後我們那時候在這邊集合 在那個走廊集合當童子君 然後一起去露營野營什麼的 好懷念喔 小心喔 這是我小時候藏走的石頭 同學們很好奇 對 他們一直在聽著我 阿嬤就是我的媽媽的感覺 就是因為我從小 試給阿嬤帶大 然後 她所有最好的東西 都會先就是拿給我們 這些回憶 到現在我都覺得 她是一份非常 寶貴的回憶 因為我覺得 我有想到可能她以後 有一天會離開 那我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 我該用什麼樣的心情 去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 這件事情是我只要一想到 可能她之後有可能會 在我人生中的某一個階段 離開我 我就已經覺得 我的世界可能會 因此就是崩塌或怎麼樣 我只能在的就是 我可能會在台南 然後有限時間對她好一點 然後能夠帶她去哪裡 我就盡量能去創造更多 我們之間的回憶 因為我知道 總有一天我要面對這件事情 那我總該在這段時間去把它好好的調適 但是我覺得這個非常難受的是 我在跟她一起創造 其實在回憶 開心的回憶的時候 我一方面又覺得 某一天這個場景 這個地方 都會成為就是往事 所以 我自己覺得我在面對這件事情上面 還不夠成熟 跟就是還沒有想好我該怎麼辦 但是 真的就是把握現在 然後珍惜當下 就是能夠對身邊的人好好說什麼話 就好好的去做 真的千萬不要留下遺憾